台海兵凶战危之际 我们的护国神山 反倒成为美国眼中的大肥肉吗 外媒报道指出 美国政府兵推台海若发生战事 美国要协助撤离台积电的工程师 带离台湾去美国 甚至不惜摧毁台积电 以避免高端技术被大陆掌控 护国神山台积电 在美国眼中成了倒嘴的大肥肉吗 彭幕车报道美国官员说 万一台海开战 有先让台积电工程师 达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台湾 要把台积电复制到美国去 各界质疑台湾又不是美国属地 战争爆发凭什么能决定 要把谁带离台湾 各种的延续都以这为背景 但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具本 没有推这个状况 但如果两岸开战 我国难道能允许美国派飞机 来载走台湾人才 不要这样来追问 要把它当个议题的话 会惹出麻烦 不要越搞越误会越深 国防部不正面回答 恐怕才有大麻烦 因为去年美国战争学院纪刊 甚至说万一两岸开战 美国不惜用焦土战 直接摧毁台积电设施 就是要阻止大陆拿到晶片技术 网友炮轰 美国真正嘴脸是得不到你就毁掉你 我家失火 好邻居冲进来不救我 而是把我的传家宝给带走 台湾人死活关美国人屁事 蔡英文跟整个民进党 还在那边看到美国 台积电当初被蔡政府逼去美国设厂 如今美国却拿台积电当 对付大陆的武器 罗友炮轰 蔡英文把护国神山 搞成诺亚方舟 两岸危机已处即发 美中角力大战 蔡政府却把护国神山双手捧上 放进美国的战争口袋 见黄一俊李宣 台北报道